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非他想从低级人员身上拿制作恐怖小熊的材料 比如耳朵之类的 不 他的目标是SCP-049 但是很可惜他的目的被SCP-049看穿了 现在SCP-049觉得恐怖太极熊有病 他要给恐怖太极熊治疗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